它是屡次商人的秦陵猛兽 是商人后依旧享受国宝待遇的 六不像国宝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个最豪横的独行课 灵牛 速化出来 善邪有死包 猪海斐 灵牛包 还有金猴和瓜包 而灵牛的主要分布在呢 我国的陕西 四川 甘肃 云南等地 成为四个亚种 最好看的莫过于秦陵亚种的金毛灵牛 离谱的是 它的脸长得很像驼鹿 一段二十厘米长的弯角像脚马 壮实的身体 加上长毛有点像熊 后腿姿态像猎狗 蹄子一看就是牛 小尾巴像羊 集合了驼鹿 脚马 熊 猎狗 牛 羊的外观特征 因此呢 民间也有着六不像的叫法 好嘛 四不像的迷路 赶拜下风啊 别看灵牛呢 虽然带牛的名字 其属于牛科之下的一个羊亚科 之所以叫做灵牛 完全与高大的体型有关 成年的灵牛的体长 在1.6至2.2米之间 肩高0.97至1.4米 体重250到350千克 少数大个体的 这个灵牛的体重 能达到1200多斤 还属于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 个头庞大的灵牛啊 虽表面上又笨又壮 看上去人畜可期的模样 事实上 灵牛的战斗力呢 可是相当猛的 它的天体仅有两种 一是曾经被宣布灭绝的华南虎 二是成群的豺狼 可惜的是 这两者都是踪迹难寻呢 问题来了 为何灵牛屡次伤人 依旧稳坐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呢 七八十年代啊 度过了发青期的 灵牛性格温顺 特别容易呢 被猎人猎杀 随着这个人们 对树林的砍伐 生存通缺 遭到了挤扬 除了采伐 森林破坏栖息地 使生态环境缩小之外 当地的群众还利用了 它们的鸡群和舔岩碱的这个习性 加上躯体庞大 行动规律性 特别容易捕获 故常于呢 冬季猎杀肉食 于是我国及时止损啊 禁止捕杀灵牛 顺便把这个差点 濒临灭绝的动物 从悬崖边给拉回来了 近二十年 秦岭地区呢 先后建起了17个自然保护区 保护大熊猫的同时 也为灵牛的种群副状 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灵牛喜欢成群活动 最大群体甚至上百头 有一头强壮的灵牛 大犊子 帅领 牛群休息呢 或是吃草食 会有一头强壮的灵牛 站在高处警戒 灵牛数量一度 达到了四千多头 殊不知啊 这种过度的保护做法 并不严谨 华南虎灭绝之后 柴狼消失之日 原本呢 应该是被捕食 或者淘汰的 老弱病残的个体 独自下山后就容易造事 灵牛最大的爱好 就是在树干上 打磨自己的脚 可以使他们的脚 保持尖锐和光滑 然而灵牛 自己的脚打磨好了 但会蹭掉大量的树皮 而大树被蹭掉树皮之后 导致大量的成年乔木死亡 乔木败腿 竹林疯涨 你以为生活在这里的熊猫会高兴啊 非也 因为熊猫的栖息地的树没了 好 我买连国宝的物件 都给涂了没了 更为严重的是 熊性的灵牛 在发行期间异常的凶猛 为了争夺 配偶而互相争斗 胜利 抱得美人贵 失败往往会脱离群体 成为亡命天涯的独行牛 这些缺爱的独行客 就开始寻心自事 极易伤人 98年到07年间 秦岭周围 共发生灵牛伤人事件 155起 导致22人死亡 陕西省林夜厅 赔偿98.7万元 所以说 在野外遇见 这些光贵牛的呢 能离100 就别近80 毕竟成敦体重 冲撞起来呢 也是挺要命的 因为当地缺乏 华南虎 等大型的石油动物 使得这个秦岭 灵牛的山中乌老虎 巨兽当霸主 数量逐渐增多的他们 逐渐成为了 威胁当地环境的一个物种 急需人们想一个万元之策 对付这一危机 真的是 华来虎王一绝技 金毛凌王惩霸气 屡屡商树无人敌 急需能人献巧技